有目擊者用手機拍攝到明畫被毀壞過程 可以見到一個男人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用金色噴漆噴向一幅畫 幅畫是畢加索1929年的名作《楚紅色扶椅的女子》 男人在上面畫了一隻公牛 以及用西班牙文寫了一個單字意思是征服 當地警方說閉路電視都有拍下當時的情況 正在追輯這個年約20歲的疑憤 博物館說已經差不多完成復收被毀壞的話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宙報導